两会长,高兴,您能不能介绍一下您在印尼怎么推动中华文化发展,在哪方面做什么工作,好吧? 印度尼西亚在1965年的时候,新政府上任了,那个时候就把我们的华文禁锢了,完全没有华文,在印度尼西亚三十几年来被封杀,全部划销也被封闭了。 那个时候就我们开始完全没有华文,不可以,所以我们就很痛苦,那个时候很悲惨,对这个封杀中华文化,他要我们同化成印度尼西亚民主,所以禁止华文,我们的华侨之地完全设起了这个对中华文化的学习机会, 到了2000年的时候,第四任总统,瓦西特总统就开始禁锢,把这个禁锢解除掉, 就华文在印度封建了这个天日,我们大家就有机会再学华文。 有网上的 shocked!!! 那这样,你觉得在这个印尼在那个,呃,化,油化,输化方面,跟其他地区有什么不同的地方? 由于呢 因你收到这个政府的禁止 对华文的禁止 造成了我们落后了三十几年 比起马来西亚或者新加坡 我们在中华文化就是说这个书法啦 绘画啦 这个方面呢 就落后了三十几年的这个光景 这个很可惜 所以呢 我们现在呢 就重新再把这个中华文化呢 在全英尼根地呢 纷纷的成立起来 这个对书法绘画的这个社团 来去传承 学习 也是搞过很多活动 那我本人呢 就是在2008年开始就 把这个中华文化呢 传播出去 也曾经到过新加坡 马来西亚 甚至到大陆 做个画展 书法画展 也同时呢 把外来的 书法呢 带到印尼来展 充实我们这个 这个 印度尼西亚 华人的这个 对中华文化的这个认识 和学问 来交流 那么现在年轻一代可以重新再学华文了 那么他们在传承 传统那个文化方面 他们的兴趣大不大 其实呢 就是政府开放以后呢 现在呢 在印尼呢 就是行了三种语言的学校 就是三女学校 除了印尼为母语的话 那么还有英文 还有中文在内 就可以三种语言 一定要试学 所以 我们的孩子 那个时候呢 就没有学到华文了 现在 我们的孙子就有机会 在学校 学习到华文 那您现在有没有学生呢 教 有多少学生跟你学书法 画画 我本人没有去学 受这个学员嘛 但是我们书法家协会呢 或者 印尼书法学院呢 都是有招生 还有 各地区的这个书法社团 都会有学习班 他们都会 继续传承 发扬 给下一代 认识这个中华文化 会不会请内地一些 比较 资深的 修法家过来 交流啊 培训啊 一直以来呢 我们都有请大陆啦 台湾啦 新加坡的 会来 我们那里 做这个导师 示范 培训 都有 这些南洋风 王河晴 油画舍生交流大展 您也有作品 参与展出 你对这个展览有什么期望 希望 达到又有什么效果 哈龙庆呢 这次被邀请到新加坡 参加这个 五国六地这个 南洋风 王河晴这个 油画展 那么 印尼呢 油画本来就是 比较盛行嘛 比中国书法跟水墨 都比较盛行 我们印尼方面呢 也是华 华州的有画家 好像李曼凤啊 还有一个叫 一个女孩子叫克里斯丁呢 华裔呢 她们的油画也是很棒 她们都是华侨子弟 那么 这次呢 展览呢 我觉得非常好 除了我们 在这个油画 这个方面 能够 要我们自己的水平 做一些交流 以后呢 希望呢 有更多的这种 更多的国家呢 这种活动呢 就会跟着 跟着列起来 我们也希望呢 可以来我们印尼裁缝 因为印尼也是 很多景点 可以 有画家去发费 好 好 好